大家好,我是Boo哥 今天要介紹新區鐵路 我現在就在城市車站 我現在準備先介紹城市 我們現在就上去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立刻乘車 好,我們下一站就是長樂村 由城市車站到長樂村這一段 都長途 到達長樂村 這個車站就以圖畫式為主 這一種式為主 車站上面就設計 我就設計了這東西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 其實 好,這裡就是被人類似擺檔的東西 就是被人擺檔 然後下面就是車站的大堂 是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有很多的出口 好,我們下一站就是西洋村站 西洋村站主要就是以青綠色為主 那 它下面的大堂是超高樓底 但是什麼都沒有的 讓大家看看這個站的外觀 就是這樣的 好,我們下一站就是西門町站 不是台灣的西門町 西門町這個站主要以橙色為主 下面的 下面就有些店舖 還有西門町的地圖 因為西門町很大 而且這裡放了廣告 而且這個站的客戶 而且這個站的客流量是很多的 所以就放很多地圖 還有一些廣告 就被人看的 好,我們下一站 我們下一站就是和樂村站 這個站主要用鮮艷的粉紅色來做 而且車站有些店舖 買些東西的 其實跟西門町的站差不多 整個結構 只是那些店舖的位置不同 還有沒有任何廣告 放在這裡 好,下一站就是 盛思仙的終點站 康樂園站 附近也有個屋苑叫遞景園 因為叫做 Royal Avenue 這個站主要用金色 即是黃色、金色為主 因為 這個地方是 比較多有錢人在這裡住的 所以我就 用了金磚來做 這個車站的顏色 好,整條城市線就是大約這麼長 但我覺得這條城市線 是我見過之中最短的城市線 好,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Minecraft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